Hello 大家好 又見面了 又是我Candy Hello Candy 我看到你又漂亮了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不要啦 你每次都有進步 都是漂亮 謝謝 我的皮膚白了 Candy 這次不知為何 找Candy來 當然是一些重要任務交給你 今天我們會用三支鏡頭 配上Sony的自動對焦環 第一次Sony出自動對焦環 已經是六年前 我們今次就試試這個生產品 看看配上Leica 不同的鏡頭會有甚麼效果 上個星期其實我都試過給大家看 有些鏡頭 今次要找些重量級的東西 招呼Candy 第一支就是這個 500mm八光圈的反射鏡 Candy 500mm 其實可以拍到很遠 對面海 對面海 為何要用500mm 因為這些手動的反射鏡 其實對焦也挺困難的 我試試用那個自動對焦環 幫助去對焦 拍攝Candy 會不會那個相片會鎖很多 以及穩定很多呢 漂亮很多 一會兒試試 因為散鏡很漂亮的 有圈圈散鏡的 這支 第二支 更加大支 這支 Candy 好重 好東西才叫你介紹的 不是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 7180mm 這支是2.8mm 按A Pro鏡 拍出來的效果非常漂亮 這麼重的鏡頭 自動對焦環 我們怎樣做呢 一會兒教一下觀眾 好嗎 有你在這裏 觀眾看Candy 就多個看我的 哈哈哈哈 不聽你說話 不聽我說話 但都要留心些 看看怎樣用重鏡 就拍攝美女 這樣 好 我們還有一支 這一支 就是 小支 不過都有重量 103.4mm Leica第一支 A Pro鏡頭 這個 就加了一個 腳架 拉上去 拉上腳架 我們一會兒試一下 這支鏡頭 不要看這支鏡頭 比較舊 其實這支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 都非常漂亮 趁光還好漂亮 我們一起拍照 好嗎 Candy 好 出去拍了些照片 回來就看看那些照片的效果是怎樣 剛才就用了一支500mm的反射鏡 定光圈就是8光圈 配上一個天宮第二代的自動對焦環 用一部Sony A7C 你會見到那些照片 那個對焦都對得很準 以前用手動對焦 如果用500mm的反射鏡 對焦其實都幾困難 因為500mm 你動一點都對不到 你拍荷花靜脈 其實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拍模特兒 Candy那些動來動去 其實用天宮最新的自動對焦環 都能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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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準 你看看 放大它 所有的細緻都在這裏 即是都對準了照片 即是都追到 即是Candy都動來動去 剛才大家都會看到 你看那個細緻度 即是對得你看眼睛 都對得很Sharp 我們再看看相片 100%放大 你會見到那個細緻度都很高 你會見到頭髮 頭髮絲 一絲絲 都會看到的 看得很清楚 所以 如果用手動對焦 我相信 成功率 就沒有現在 用自動對焦環 對得那麼準 還有拍一張相片 沒有可以有這麼多相片 都可以對得那麼準 現在就可以追著 Model 那隻眼 做眼球追焦 就可以看到這些 這麼清楚 這麼清晰的照片 找到一張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的影像出了來 講開Zoom鏡 Zoom鏡手動對焦 其實都幾困難的 如果拍一些動來動去的東西 因為你又要Zoom 又要去對焦 分開兩個環去扭 其實都是一個困難 現在有這個 自動對焦環去幫助 你看看一張照片 都拍到Candy 非常之Sharp 你看看頭髮眼睛 手的細緻位 皮膚的質感 都可以出來了 你看看照片 Sharp到 你看看紋理都可以出來了 真的可以幫助 提升 鏡頭的質素 因為有時候我們 用手動鏡 為何鏡頭有點萌萌 其實就是自己 對不到焦 不要怪這支鏡 就是不要賴這支鏡 是不是鏡頭有問題呢 其實你一對到的時候 那個影像 真的很銳利 你看到所有的照片都是這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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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a 對 大 是 剛才用103.4 和Candy 拍照 你看一下 Candy 動來動去都好 你見到那個銳利度都很高 其實剛才你也見到 我們都是用那個眼球追焦 每一張照片都會追得都很銳利 皮膚的紋理、眼頭、頭髮都很清楚 如果你用手動對焦的長鏡 這個輔助功能 即是自動對焦環 真的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 手動鏡動來動去 我怎樣去對焦呢 這一樣東西就是幫助很大 你看每一張照片 你看皮膚的清晰度 還有它動來動去 你見到都是可以拍得很銳利的感覺 看看這張 看看後面那些 這個是放大100%的 你看每一個動作 動來動去都可以跟到的 每一個動作都可以跟到那個距離 還有它的焦距 剛才我都試過 那部機器都是在前後動作 去做一個自動對焦的功能 HELLO 很快我們就試完三支鏡頭了 我們三支鏡頭 配上了Sony的自動對焦環 是的 第二代 你拍攝後你最喜歡哪一支 其實G500的反射鏡 八光圈那支是令我最有驚喜的 你剛才也看到的照片 拍出來 Candy的皮膚真的很滑漏的感覺 它拍出來有一個油焦的效果 帶出來 油焦之餘 背後的散景 其實是有一個一個圈的效果 其實我很喜歡 很漂亮 這些就是反射鏡的特色 以前我們用反射鏡 扭扭靈靈都十張對不到一張 不行 不行 是對不到女生 拍完相片就離開 所以像我所說 做人扭扭靈靈 追不到女生 拍照扭扭靈靈 只要有我們Sony的自動對焦 就可以追到焦了 對 追到焦了 以及追到女生 第二支 70-180mm 這支是最重的一支鏡頭 剛才我的方法就是 托著鏡頭在腳架 由得那部機去移動 你覺得這支鏡頭拍出來是怎樣的樣子 它比我想像中很鎮 是 其實這支是一支很鎮的鏡頭 只要你對倒一點 其實這支鏡頭真的很鎮 我剛才也說 你又要zoom 你又要對焦 手動對焦 又要調光圈 女生一樣是怎樣的 閃了 走吧 Candy也說得對 加了自動對焦環 其實我只做了zoom 自動對焦 又追到焦了 追到女生了 就可以拍到一支很鎮的照片 Candy 讓你先拿一下這個 欸 有些重量 這個幫助很大 OK 說到第三支鏡頭 最舊的103.4A Pro鏡頭 拍出來你有覺得怎樣 我覺得顏色好像實很多 那支是定焦180A Pro 真的實很多 因為Candy真的很厲害 跟這支是有少少分別的 顏色實很多 還有影像也很鎮 你不要看它 那支鏡頭比較舊 當你一對準一點的時候 其實影像也是很鎮 一支鏡頭 也是Candy所說的 有一個自動對焦環 可以追焦 可以對得很準 沒錯 這次很感謝Candy 幫我們試完三支鏡頭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自動對焦環 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對於我這些 拍照的新手來說 好 這個第二代的自動對焦環 大家都不要錯過了 配上Sony機 配上重鏡 我們剛才都試過 好 好多謝Candy 今次又上到我們M&K Camera 去幫我們做一個推廣 宣傳 以及試鏡 試機 好了 多謝Candy上來我們這裏 今次測試到這裏為止 好嗎 多謝Candy 好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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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